為了令觀眾得到很好的昇華效果 以及保證整套電影能夠安全地放映 我們放映完這個職位是不可以缺少的 這個就是35mm的碑片放映電影用的 一套100分鐘的電影大約由每本2000呎的碑片 接駁而成 在碑片上每一個畫幅的邊是有四個磁孔 整套電影是由無數畫幅所造成的 側畫就是檢查碑片 所有相機放映的碑片都要經過常規的檢定 側畫時可能會發現碑片邊緣有些崩口 這樣它可能會導致畫面上下跳動 或者銀幕觀之不理想 這裡有一個崩口 我們要做些修補的工作 過程就要很細心 還有要一絲不久 這樣放映電影的時候就不會有失真的情況出現 這條碑片就會安全地經過放映機 投射到銀幕上 如果我們做完檢查之後 我們會進行翻畫的工作 令到每一本畫都是由頭開始的 這個就是電影放映的自動盤 其實我們執完畫之後 要將所有整套碑片 逐本逐本順序都放在自動盤上 其實我們放映的時候 為了防止裝畫出錯 是有一句口訣的 口訣其實就是 公仔頭向下 聲帶向自己 裝畫快夾駝 觀眾看好戲 好戲 菲林運行暢順、穩定、影像投射到銀幕上 就會更好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機器房裡工作 真的都很高興 但是看到觀眾 欣賞完一套精彩的電影 開開心不開心離開 我們都會覺得很活足 謝謝你 謝謝你